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2018年3月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 挑起中美经贸摩擦 2021年以来 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加征关税措施 还鼓噪对华脱钩锻炼去风险 打造小院高墙 搞有岸外包 破坏全球经贸体系 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6年来 中国经济不但没有被压垮 反而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反观美国 对华采取的贸易霸凌和各种封锁打压 非但没能让其如愿实现制造业回流 或减少贸易赤字 还导致美国丢掉了重要海外市场 失去了信誉 遭遇了通胀难题和成本更高的供应链体系 美国挑起并升级对华贸易战 2018年3月 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 依据301调查结果 计划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 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随后两年 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征关税 导致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 拜登政府上台后 继续通过关税 出口管制 产业补贴等手段 升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2018年7月和8月 美国分两批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 加征25%关税 中方依法对美产品采取了同等力度 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2018年9月 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 加征10%的关税 作为反制 中方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加征关税 美方出而反而 极限施压 持续升级贸易战 共计对约3700亿美元 中国输美产品 加征关税 2020年1月 中美双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此后一年 拜登政府上台 并于2022年5月 对特朗普政府 依据301调查结果加征的关税 启动复审程序 原定2023年底结束的复审程序 延期至今年5月底 贸易战不符合公平贸易 和公平竞争的国际规则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政治学 与国际关系学教授 西法曼德拉 宗迪 如此评价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经济学家 马赛拉 贝拉认为 美国挑起的贸易战 对中美贸易 乃至世界贸易秩序 都造成严重破坏 其负面效应 波及许多发展中国家 美国不仅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还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不择手段 打压特定中国企业 2019年5月 特朗普政府宣布 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限制其获得美国技术 拜登政府继续加大 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围堵 2022年8月 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 芯片与科学法案 等排他性歧视性产业政策 同年10月 美国升级半导体等领域 对华出口管制 2023年8月 美国政府发布 对外投资审查行政令 限制美方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 毕露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米格尔 罗德里格斯 麦凯表示 中美贸易战 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造成巨大冲击 让许多企业 产生了不稳定和不安全感 中国经济经受考验 赢得发展主动权 面对贸易战的不利影响 中方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改革的脚步不停歇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六年来 中国经济没有被压垮 没有与世界经济脱钩锻炼 反而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 朋友圈持续扩容 多边合作道路越走越宽 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第一大国 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六年来 中国对贡献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额持续增长 从2017年的73745亿元人民币 升至2023年的194719亿元人民币 中国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2个自贸协定 全面高质量实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积极推动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GEPA 2023年 中国外贸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 比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蓄电池 合计出口1.06万亿元人民币 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同比增长29.9% 今年些两个月 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同比增长8.7% 实现良好开局 中国高水平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样造福经贸伙伴 增进全球福祉 智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南美国家 中国已成为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 水果是双边贸易 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智利水果出口商协会主席伊万 马南比奥表示 中国推动世界各国贸易畅通 树立起贸易合作典范 麦凯说 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国继续向世界提供多样性商品 满足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需求 中国外贸长期向好的趋势将继续保持 在尖端科技领域 美国修筑的小院高墙 没有阻碍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势头 反而促使中国加快自主研发步伐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 沃尔夫说 中国为突破美国施加的对华技术 出口管制所做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在芯片方面 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 完善的基础设施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 有能力应对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 俄罗斯二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 阿纳斯塔西亚托尔斯图辛纳认为 美国加强出口管制 只会促使中国争取更大的技术自主权 美国失去了重要海外市场 得到了高通胀 美国政府推出一系列 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本质上是谋求重构 去中国化的国际贸易格局 把中国长期压制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但事实证明 贸易战没有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形式 也没有帮助美国实现对华脱钩 不仅如此 制造业未能如愿回流美国 美国企业失去了重要海外市场 美国得到的 只有更高的通胀压力 和更复杂昂贵的供应链体系 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借口 是减少贸易逆差 但经济学家反复指出 美国贸易逆差的 根源在于储蓄率不足等内在结构性问题 霸凌经贸政策 单边措施不可能消解美国的贸易逆差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3年 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达 1.06万亿美元 远高于对华贸易战之前的水平 其中美国对墨西哥贸易逆差较上年增长近17% 我们实现减少贸易逆差目标了吗 绝对没有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说 中国产品的比较优势决定了美国无法降低 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近几年 美国增加自G.I.有岸国家进口的同时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也在增长 这意味着中美供应链联系没有减弱 只不过多拐了几个弯 美国种种去中国化的操弄 使得全球供应链更曲折 增加了贸易成本 国际星算银行去年10月发布简报说 自2021年以来 跨国供应网络 尤其是包含中国和美国的供应网络 变得更迂回 复杂和不透明 而供应链韧性并未增强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时 誓言要让制造业和就业机会 回流美国 然而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近日发文指出 美国从2018年开始 对外国金属 洗衣机和一系列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并没有增加相关行业就业 同时 贸易伙伴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使其海外销售成本增加 对美国农业等部门就业造成负面影响 哈佛校报撰稿人 克里斯蒂娜帕扎内塞的文章指出 在美国中西部地区以及南部各州 对华贸易战造成农产品出口减少 农业就业岗位减少 农民生活受到冲击 如果我们不进口 我们就不能出口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副会长 约恩·戈尔德说 国际贸易帮助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 而贸易摩擦使美国损失了海外市场和就业岗位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过去中国市场收入占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收入的20%左右 受美方出口限制措施影响 2024财年第四季度 英伟达在华收入占比降至10%以下 英国杂志投资者记事刊文说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科技企业造成伤害 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助推美国相关商品涨价通胀高企 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征税 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沉重压力 近几年通胀率不断飙升成为美国经济的重大挑战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 过去四年美国食品杂货价格上涨了25% 美国PO研究中心近期民调显示 高达73%的受访民众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感到失望 美国破坏了规则 失去了信誉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 不仅损害了中美及其他国家利益 也损害了美国自身国际形象和国家信誉 动摇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根基 美国大选之年 各色政客不断鼓噪升级贸易霸凌政策 相关言行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显著不确定性 美方如果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道路上一意孤行 终将落得利益尽失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美国便开始侵蚀 损害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 恶意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任命 并导致上诉机制陷入瘫痪 特朗普政府扯起美国优先大旗 绕开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单纯根据美国国内法挑起国际贸易摩擦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 是诞生于冷战时代的单边主义法律工具 在国际贸易史上臭名昭著 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后 这类单边主义工具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2020年9月 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决301关税措施 违反世贸规则 宣告美条起对华贸易战的借口 在国际法层面破产 在经历特朗普政府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严重破坏之后 拜登政府继续在逆全球化道路上狂奔 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高技术产品和设备出口 近日 美国政府又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 要对中国制造联网汽车等行业开展审查 拜登和特朗普已分别锁定 各自党派总统候选人提名 选战进入新阶段 美国优先也越来越多出现在竞选主张中 特朗普声称 若再次当选总统 他想把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提高到60% 甚至更高 沃尔夫说 特朗普宣布可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这可能把世贸组织炸成碎片 摧毁中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秩序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济研究院 去年1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指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将在5年内给美国带来1.6万亿美元经济损失 并使美国失去70多万个工作岗位 美国根本没有从贸易战中受益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一斯说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贸易保护主义是引证止渴的短视之举 美方只有与中方相向而行 管控分歧 方能找到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 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发展